手搓一个磁心存储器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是从哪里才能搞到存储数据的磁环 在今天,磁环依然被广泛应用在各种电子元器件上 有一些USB数据线的末端有一个黑疙瘩 里面就是充当滤波器的铁阳体磁环 不过,磁心存储器使用到的这种超小型磁环 现在已经没有工厂还在生产了 这是我在阿里巴巴上能够买到的最小的磁环 直径是3.5毫米 对磁心存储器来说还是太大了 要想找到合适的磁环 要么去找工厂重新定做一批 要么就去买半个世纪之前生产的库存货 大家好,这里是机械小熊猫 欢迎来到手搓内存条系列视频的第二期 经过几周的努力 我不仅买到了一批古董磁环 我还把美国和苏联生产的磁环都买到了 这一包是前苏联生产的磁环 是我从保加利亚买到的 卖家说这些磁环是他从苏联仓库里 搞到的一批军用剩余物资 保存得非常好 没有任何破损 这一包是美国的FabriTech公司生产的磁环 是我从田纳西州买到的 卖家说他的祖父就曾经在生产线上 给磁心存储器穿线 祖父去世的时候 给他留下了整整一瓶磁环 这批美国公司生产的磁环 尺寸非常非常小 肉眼看上去像黑色的粉尘一样 只能在显微镜下 才能清楚地观察到他们的环状结构 可以想见 用这种磁环制作的磁心存储器 一定会有着很大的存储密度 可惜的是 这批磁环的保存情况就没有那么乐观了 有一部分磁环已经损坏 我只能尽量从这些破损的磁环中 挑剪出一些还算完好的 做进一步测试 在显微镜下对比一下这些磁环 最左边的是现在还在生产的磁环 直径是3.5毫米 中间是前苏联的磁环 直径大概是1.2毫米 右边是美国的磁环 直径大约只有300微米 尺寸非常小 甚至很难用镊子把它夹起来 这些美苏磁环已经是半个世纪之前的产物了 基本不太可能找到它们的产品手册 所以我得自己测量这些磁环的技术参数 然后才能根据这些参数去设计磁芯存储系的电路板 说到电路板 有一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 加利创公司最近再次升级了高多层板的制作工艺 现在加利创的6到32层电路板 全部升级成了沉金加盘中孔的高标准工艺 而且提供6层板免费打样服务 加利创高多层板采用的盘中孔技术 过孔能直接打在焊盘上 对于像我这种爱好者来说 降低了设计高多层板的难度 沉金工艺也可以提供更好的导电性和抗氧化性 6到32层板的沉金厚度从一般的1M升级成了2M 加量不加价 如果您有制作高多层PCB电路板的需求 不妨去加利创试试看吧 话题回到磁环上 在显微镜的帮助下 我把一个苏联磁环和一个美国磁环 分别穿在了两根细胞线上 一根作为驱动线 一根作为感应线 我需要通过这两根导线 完成对磁环的写入和读取 磁环的驱动线 需要正向和反向两个方向的驱动电流 所以我用三极管搭了一个H桥驱动电路 这种电路长得像大写的英文字母H 有四个可以控制通断的晶体管开关 电路中间连接着磁环的驱动线 打开开关1和开关4 电流就会从左往右通过磁环 打开开关2和3 电流就会从右往左通过磁环 再把试波器的测量探头 连在磁环的感应线上 单片机发出控制信号 让H桥产生一个短暂的驱动电流 如果驱动电流使得磁环的磁化方向反转 变化的磁场就会在感应线中产生一个感声电动式 我就应该可以在试波器上观察到一个对应的电压信号 这就是试波器的测量结果 黄色曲线表示通过磁环的驱动电流 它在不到0.5微秒的时间里从0分加到了0.5A 蓝色曲线是测量到的感应线信号 正如理论预测的那样 磁环磁场的变化在感应线中产生了一个大约40毫伏的电压买充 而当我往磁环中通入相同方向的电流时 磁环的磁化方向没有翻转 感应线上也就没有出现电压卖充信号 我测量了苏联和美国的磁环 观察到了非常类似的响应曲线 这是一个好消息 说明两批磁环都能够正常工作 不过美国磁环在感应线上产生的电压脉冲要小很多 只有苏联磁环的十分之一 看起来这就是超小尺寸磁环需要付出的代价 眼尖的小伙伴可能发现了 我的试波器实际测出了两个电压脉冲 左边还有一个稍微小一点的脉冲信号 这个信号不受磁环磁化方向的影响 一直存在 这个脉冲信号其实对应于驱动电流的上升也 是快速变化的驱动电流在感应线上产生的感升电动式 这个额外的风还是挺讨厌的 有可能会干扰信号的读取过程 不过这个信号的大小正比于驱动电流变化的速率 所以我可以给驱动线上并连上一个电容 电容和电阻构成了一个低通率波器 减小了驱动电流变化的速率 这样驱动电流产生的风就会比之前小不少 不会影响信号的读取过程 磁环的另外一个重要参数是它的临界电流 也就是刚好可以磁化磁环的驱动电流 这个参数在设计内存的时候非常重要 所以我测量了不同驱动电流下感应线脉冲的大小 绘制出了脉冲信号对驱动电流的变化曲线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苏联和美国的磁环 临界电流分别是0.4A和0.7A 有意思的是 美国磁环的尺寸更小 但是临界电流却比苏联磁环大一些 可能是因为选择的材料有所区别吧 现在我确认了磁环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测量到了磁环的具体技术参数 下一步就是设计磁芯存储器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记得点个关注吧 这里是机械小熊猫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